大家好,我叫江浩周,我来自中国上海 我现在是巴黎脑科学研究所的博士一年级新生 在我来巴黎之前,我在中国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常乐老师科技组担任了三年的研究助理的职位 然后呢,在这三年里,我逐渐的发现自己在社会神经科学领域有非常非常大的兴趣 但其实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刚进常乐老师实验室的时候 他在,就是因为我们在国内都会有开组会的习惯嘛 包括在国外其实也是一样 然后但是他刚,我刚进实验室,他就跟我说 啊,既然你刚进来,对吧,那你就分享一篇文献 在我们就是,就是可能下一周就要开组会上 然后呢,那篇文章他想让我分享的 是就是我现在导师的 我现在在巴黎导师的这个一篇science paper 然后,这就是相当于是我第一次 在神经科学领域里读的一篇非常高整的文章 然后就导致了我非常非常喜欢我现在的老师 然后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来巴黎了 我课题简要的来说呢,就是我们想要知道 大脑中的神经细胞是如何表征我们与他人的社会关系 以及我们如何用这段社会关系去驾驭我们现在身处的 这个社会网络和社会环境 去理解大脑如何通过社会化的感知来去创造出社会化的意义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你可能就会问嘛 就是什么是社会化的感知 那什么又是社会化的意义呢,对吧 社会化的感知呢,其实就好比说一个人 一段关系 然后比如说一个社交圈 那意义的话呢,就会比较好理解 那比如说我们拿一段关系来举例 比如说当你碰到了一件很伤心很难过的事 对吧,比如说你失恋 然后呢,你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说 我要给我的好朋友去发微信打电话 然后去说这件事情 而你不会说想到去打电话给你的同事 然后开始噼里啪啦一顿诉苦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大脑为什么会赋予这两段关系不同的意义 然后以此去来决定我们的行为 这就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那事实上的话呢 就是社会认知是在很多精神疾病和神经疾病里 首当其中出现问题的 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希望 可以通过我们的研究来给社会机制 是如何在这些问题里 这些疾病里被干扰的 来提出新的假设 林长类动物的一大特点 就是我们会对自己身处周围的社会信息 有所响应 我们的这个课题呢 主要是致力于想要研究 不同的个体 是如何区别和推断 出他们自己周围所有的一个社会化的类别 比如说朋友 亲戚 阶级等等 然后以此呢 运用这些类别来支配和管理他们的社会活动 我来到这边的一个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边的人 他们真的周末和晚上都不工作 就是这跟我在那个中科院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因为我在中科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有996嘛 然后但是到这边来 大家的周末也好 然后晚上确实下班比较早 但是大家的周末呢 都是真的是出去玩 然后享受自己放松的生活 但是这也其实我发现的是呢 反而这还给他们的平时的工作效率变得更高了 然后所以我现在非常适应这种节奏 就是我已经不996了 然后我的周末呢 也没有说一直在工作 然后像 但是我现在呢 反而发现呢 我自己的这个工作效率也比以前更高了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我觉得 然后所以这也是我很 就是习惯和欣赏我现在在这边工作的原因 我来到巴黎 最最最最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这边的面包 然后我本身呢 就是是一个非常喜欢吃面包的人 然后我在上海的话呢 也是经常每天早上 基本上的早饭都是面包嘛 然后但是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我发现一件事情啊 就是说这边的可颂确实跟国内的可颂 它不一样 然后这边的可颂真的真的真的非常好吃 然后所以我到现在 我现在在巴黎 我每天早上非常期待的事情 就是吃早饭 知道吗 然后就是每天早上 我就可以去新鲜的那个bakery 面包店去买新鲜的面包来吃 这是我在巴黎非常enjoy的一件事情 最让我怀念的国内的一点 我觉得呢 就是非常非常便利的快递和外卖 就我我之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嘛 那就是经常因为工作比较忙嘛 对吧 所以我额了呢 就会叫外卖 然后呢 快递也很发达 就你要买什么东西 你就不需要出门嘛 你就直接在网上买就好了嘛 那现在呢 在巴黎就就就就不是这样了 我跟你说 就是在巴黎的话呢 就是现在我第一 我又不会法语 然后这个快递和快递沟通非常困难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确实可能就是 它这边的外卖也不是很发达 也不是特别方便去买 不过呢 这也导致 就是这也间接的帮助了我 然后我其实跟以前在国内比的话呢 我更多的现在会出门了 无论是买东西也好啊 逛街也好啊 然后吃饭也好啊 其实这对我来说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节生活的 包括工作作息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对 今天就讲这么多 好了 谢谢大家 大家在一起 我们下期再见